红星卫视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游锡坤 我借这个机会来向大家问候 祝大家在事业上红图大展 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这一段的生活在湾区的教育片 照例我请到好朋友Jennifer 跟大家问候一下 嗨大家好 跟Jennifer入影最自然 其实跟我们off the camera 跟on the camera其实差不了多少 好多多 这一段我们要讲的是说 如何来帮助小孩教 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小朋友 如果想学习学得好的话 不管是学校或是学anything 其实最重要的是 要让他in general很开心 那怎么让他in general很开心的话 也是就是说不要忘记 除了学校以外他们需要交朋友 就是social life 你在暗示我们老中的父母亲 你让小孩子不开心吗 不是说不开心 可是很多小朋友他们学习学得非常好 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交朋友 一个朋友都没有 而且也没有去玩过一个play date 这个很像typical的Asian的stereotype 对 在公司project做得很好 可是一句话都不会跟同事交往 对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Asian的小朋友 他们很会读书 对不对 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讲话 对 完没发挥完 你刚刚讲的那个就很像 很多人在公司他觉得他任劳任月 做牛做马 project都是他做的 工作都是他cover的 结果最后credit不是他的 然后就说别的同事就抢他的credit 可是就像你刚刚讲 可能是因为自己不会有一些social life 对 也不会表达自己 Exactly OK 所以呢其实这个最重要就是从家长开始 如果家长有交很多朋友的时候 他们会让小朋友知道说交朋友很重要 小朋友比较会去交朋友 好啦 你那个是理论 那问题已经存在家长本身 如果像我就不会交朋友啊 我就是在公司那个 我就是那个觉得满天抱怨啊 我就是不会交朋友 What should I do 我会建议小朋友去have a play date with their friends 假如说小朋友从学会来 可以问哦你们今天做个什么事情啊 有没有跟谁玩啊 get to know你小朋友的朋友 然后呢你就说哦你那么喜欢跟这小朋友玩 那你要不要邀请小朋友来我们家玩玩看 你刚刚讲的就你一句话带过去 不过你刚刚讲的有一句话就很重要 因为我现在是爸爸所以我很清楚 包括我有说要问我小朋友今天what happened at the school 他都有点对我爱讲不讲 嗯你要逼他讲 要逼他讲啊 对你不要用很凶的说你要一定要跟我讲 可是你就可以很好说哦爸爸很想知道你在学校干什么 你有没有教什么 你一直问问题 eventually他一定会回答的 对他就是刚刚 just the ordinary day nothing special the PE 相信观众朋友一定有很多说的共鸣 对不对 所以要养屁习惯 你就一直问 或是你就在说哦那你今天有跟谁玩吗 对对对 或是你一定知道他朋友一定有一两个名字嘛 对对他最后会吐出几个名字 那你就说哦那你跟谁谁谁做了什么事情啊 OK 那你喜欢跟他玩你要不要请他来家里玩玩看啊 good idea 对不对 然后小朋友也会觉得说哦爸爸妈妈 那么喜欢我想要让朋友来玩的话好棒哦 OK 然后其实这个也会让小朋友跟家长之间的relationship 也不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彼此知道彼此的小孩在做什么 对 这个会增加 communication 而且呢 小朋友会觉得说哦其实你care的不只是他功课 你care他的social life 他也很会比较more willing去跟你讲很多东西 in the future 这个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啦 这种感觉其实跟聊天一下 像我打电话回到 打电话跟我妈妈聊天 以前长期曾经有一段时间很久没 有时候打电话就两三个月才打一次 那就很生疏 可是如果常打每天打的话 有时候聊到他的生活上的琐事 桌子破了个脚 还是衣服破了个洞都在那边聊 你这个就apply到小孩一样 对是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父母有时候对小朋友 不要把他们想是一个baby 或者是一个different 你要把他想成一个mini adult 你知道吗 你跟他聊天就像你朋友聊天一样 那当然管的时候是不同的 you know that's a different case 可是至少在讲话 就是chatting的时候 treat them like a friend 就像朋友一样 可是有时候小孩就爬到你头上啦 treat them like a friend 那discipline还是要管 就是说该做的跟behavior还是要管 我跟他当朋友 他那天居然我叫他做什么事 他居然回我一句话说 watch me 哦气死了我 那你就要跟他说 这样子的话可以跟爸爸讲吗 不行 他就知道boundary 以后就不会再讲了 所以要交朋友 可是还是要set up这个boundary 对对就是这样 可是却不要因为说他童言无忌 你就连跟他交朋友的机会都抹杀掉了 对不要 因为我觉得其实小朋友以后长大 他们交不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想看 如果你会交朋友 你比较会跟人家讲话 对不对 你可以看脸色 对不对 你可以知道怎么去solve一个problem 假如说今天两个朋友才吵架 那小朋友刚开始可能就说 哦我不想跟你当朋友了 可是后来就发现说 这样子的方法可能不太好 他们就会从experience 学了很多东西 你这样我访谈几次 我发现我本来想说 听到一些是教育上的tips 可是我听到有很多都是生活上 而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一些 可是acture 听起来 确实对我们 成人以后在社会上 我这样讲 根本就是我们 中国人最缺的这一块 对其实我 to me 我觉得 in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不只是在功课上面 你如果在生活上面很开心 或是很well rounded 你自然在学校跟学习 education 那个academic上面 自然就会improve越来越好 因为那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学习是快乐的 所以干嘛会痛苦 像不想学的 Exactly 结果自然就好了 对对对就是这样 刚刚像之前我们讲的节目 像到现在你今天讲说交朋友 我觉得这个都是 你虽然讲的是小朋友 可是我感觉好像 像我们老中父母亲 自己本身也有类似的问题 我们封闭教朋友 为什么 因为第一代移民 英文讲不好 所以我们觉得很沮丧 所以有点这个问题 对所以that's why 现在小朋友都是 也会变成像他们父母一样 我们就是要训练小朋友 怎么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教他们怎么 在社会上面 how to be more open 然后怎么去communicate 怎么去讲话 怎么去教朋友 这些都是all ties together 可是父母亲本身 有他的困难 比如说英文讲的不是那么好 专业很好 每个都是硕士博士 可是就有时候 不知道怎么open自己 可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很多很多 常常父母他们觉得 他们自己不好的时候 他们不敢去叫小朋友去做 可是这是错的 因为呢 如果你去跟小朋友说 爸爸妈妈都不敢 那小朋友就会想说 那爸爸妈妈都不敢 那这个一定很难 他们就更不想去做 那我会觉得你可以跟小朋友说 爸爸妈妈这个不太好 可是呢我希望你比我更好 所以呢你还是要去做 他们就知道你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我分享这个 我小朋友现在才9岁10岁 他已经开始在笑我的英文了 甚至抓在别人面前 特别叫我发几个音 就是发不好了 要丢我的脸就对了 可是我都脸皮很厚 我就讲给他听 然后他就笑 We are like a friend 可是我就跟他讲 我会讲中文 我比你好 我会讲广东话 我比你好 怎么样 就是有点like that 对啊 其实就是跟小朋友解释这样子 这个就是像跟朋友中间 between friends 这种互动 也是很正常 他们也要understand说 有时候可以 certain situations 笑一笑是没关系的 certain situations 可能这样子就不适合 ok 所以之前我们讲这个 生活上的学习 field trip 很重要 今天讲学习呢 要用交朋友的方法来学习 也很重要 对 两个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讲到 technical 可是其实 yeah I think这个是中年 希望不要腻了 不过会对我们整个华人的小朋友有帮助 对不对 这一段哇 噗 好快 跟你说 超级快的 所以马上进来工商资讯 我们还会再邀请Jennifer 回来我们节目 来讲教育的理念 谢谢 可靠呢 中成地产级贷款 William Chen Joyce Go 服务万区多年 我们专一的团队最了解您的需要 为您提供最详细的资讯 为您争取最大的利益 中成一条龙的专业服务 七天无休 专业的服务 专业的服务 中成的态度 中成 是您全家人健康的首选 十一家分店遍布湾区 湾区美味尽在生机 您向往在电视台工作吗 您想过个不一样的暑假吗 您想在这个暑假过得充实又快乐吗 宏兴卫视暑期培训计划正在展开 现正寻求执行制作人员 储备主持人助理导播庶名 欢迎暑期大专实习 以及应届毕业生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请将履历寄到鸿兴卫视人事部 或请参考鸿兴卫视网站 www.tvhsusa.com 你曾经体验过能够洗涤心灵的能量占卜吗 你希望能与内在的潜意识深层对话吗 克拉拉塔罗能量占卜 灵气催眠治疗 帮助你在易变的外在世界中 找到属于心灵中安定的力量 请致电408-219-3303 408-219-3303 期待与你新的交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生活在湾区 今天我们有一位新的主持人 那我先让她跟大家问候一下 是我们的这个陈明泉小姐 来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好 我是陈明泉 你也可以叫我犬犬 犬犬 对 你怎么好意思介绍 那边只要比我出名就很容易 她是以前我们早期的 台湾的名歌手 校园名歌手 校园名歌手 来 大陈 她是陈明韶 大概一般的朋友听过 那个让我们看云去 福云有子 还有什么这些 《风告诉我》 那时期的时候的歌曲 那个时候 我姐姐是第一届的 金运奖冠军歌手 所以那个时候 她在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出唱片 那个时候台湾名歌非常流行 对不对 那个年代 如果在湾区的 然后是台湾来的 然后是那个年代的 我不是那个年代的 哈哈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 别听 是是是 Anyway我们陈明权 她本身经历很丰富 我听说你以前学这个 国剧的 对吧 所以我从小就学国剧 对我们今天 请她来的原因呢 就是让我们这个 节目阵容呢 来更丰富 因为她的人生阅历 当然又比我来的丰富一点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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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长江后浪推前浪 那下一句是什么 后浪死在沙滩上 那个生殊玩笑 不是讲前浪死在沙滩上 这是台湾的小朋友说的 不过这也形容我们湾区的高科技 是哈 他们现在也说高科技也是这个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这个这个这个 不过形容高科技真的是蛮贴切的 我看这个2001年来一个大的bubble 08年再来一次 然后这个这个高科技快的跟什么一样 是是是 一年前的手机一年后叫做垃圾 就是啊 对不对 以前的差了一年是很久 现在一年好像跟昨天一样 iPhone4现在也没什么了不起了 我们iPhone5马上要来了 对不对 是是 所以那个时候要吃鸡买器 大家又要买了 买了买了 对对对 对不对 再又变成垃圾 然后再买 所以其实我知道 那你本来是住东岸的对不对 是我一直都住东岸 是哪一个州 很多州 我住过这个Michigan 也住过LA就是了 然后也住过 大概在华府 大华府地区 还有Maryland那里住的最久 然后还有住过Ohio 那我正式搬来加州 是 其实正式的是从Ohio搬过来的 你刚刚讲那几个地方 我只去过LA 所以你看这个的确是有差 人生越来就是有差 去过LA 能够在LA的话 真的是非常优秀 对对 我刚才听说过 您还曾经演过这个实际的话剧 我那时候在东岸的时候 因为他们当时 他们有想要表演一个 筹备一个在马力兰大学 想要筹备一个舞台剧 那大概是石木的一个舞台剧 演员有一百多人需要 那当时在华府 他们一时找不到 有学最相关的人 所以我当时就是 因为因缘聚会 他们就请我过去帮忙导演 导演 导演 因为你过去有过导演的经验 对不对 是 编导演 真的是 对 我这个在您面前胡言乱语 怎么会呢 我不说我长江后浪推前浪 后浪死在沙滩上 谢谢 不期天高地厚 你就准备死在沙滩上 那种 不敢不敢 就是 所以你刚刚讲说 这个就是实际的那个 它这个是实际的 那因为我一般都是 深居井出小财院 在美国的时候 所以就比较 不是那么活跃 还是以相夫教职为主 那现在被我们请出来 从出江湖 来为我们这个生活在湾区 增加一些这个生活的元素 是因为是 是您的Frank先生的这个 这个影迷啦好不好 粉丝 来这边向您多多请教 向您讨教 然后也向您学习 其实你平常有 我知道你有在YouTube上面 看这个节目嘛 对不对 是 你的感觉是 有什么我们可以加强的 一般来说我想最难得的 因为虽然我是从东岸搬过来 但是我的整个娘家 我的姐姐们 我的妈妈 都住在这个湾区 所以也是生活在湾区 那所以每一年 我常常的就是定期的 虽然来美国快20年了 那还是定期的都会 每年都会来过几次在湾区 那后来最近几年呢 发现我们有更好 在电视上有更好的选择 就是比如说因为有24小时的中文节目 这个真的是非常 我真的以我们这个年代 我们的长辈 比如说我妈妈也80多岁了 这个他们 这个电视 是他们非常重要 生活上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 其实真的要讲 提供他们的讯息 对 其实要讲个良心话 不是因为我在宏心卫视的关系 我觉得华人媒体真的要靠我们 华人观众帮忙 对 譬如说我们现在的广告商 如果您可以的话 去赞助他们一下 有这个面包商 你去给他买个面包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原因 不是说老王卖瓜自卖死瓜 我刚刚在跟您聊 就说这个business cycle 循环起不来 商家没有得到广告效果 商家就没有办法 sponsor这个华文媒体 对 华文媒体呢 因为没有广告收入 它就越来越难生存 所以整个循环出不来 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说 好的这个文化 或者好的商品 好的这个媒体 也要靠大家来维护 对 不然我们可能要被 墨西 不不不不 西班牙语的电台 又要再攻占 是是是 对不对 我们华文其实 我记得早期 因为我一直在弯曲 早期有个66台 也是也是到后来 就是卖给西班牙台了 你看 其实我们说国语 说华语的人才多呢 怎么会就是说 对 我想力量是要在一起的 不不不不 西班牙话更多 我知道 不过我们华语讲的比较大声 发现 而且我们文化这么久 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承传下去 实在是 而且对社区是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是 这种生活 这种政治 发生的管道 或者说一些好的华人的故事 对 如果没有您的支持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 讲一句坦白话 做不下去 对 所以说要多看 多去我们的商家 是 然后多挑战我们的主持人 是啊 多多提供意见给我们 有什么问题就问他 不要问我 问他 然后我再推给他 没有没有开玩笑 对 教学商长 我们就是 因为大家多提供资讯 将来力量越强 大家的声音也越大 那将来对我们所有 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 我想我们很多都已经是二代 我们还有下一代在美国 所以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是 我们有新的主持人 陈明泉小姐 给我们一个全新的 生活在外星的面貌 好不好 是 好 谢谢 新端公商资讯 我们马上回来 好 待会见 好 好 25North Mupeters Boulevard 永新超市内 订购电话 408-935-8983 408-935-8983 408-935-8983 上和西全新开张 Seaport海鲜港餐厅 要您穿着围兜 用双手拨开各式海鲜 给您一种自由 轻松的用餐气氛 每天提供新鲜到货的海鲜 另有提供各类啤酒及饮料 让您欢唱一整晚 地址位于 1628Postatus Road 一个与家人朋友 共享欢乐时光的最佳地点 Seaport海鲜港餐厅 又必胜全新第二代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机 震撼上市了 何佳欢BM2000内建2TB硬碟 有3万2千多首歌曲 80%的原声原影歌曲 高画质1080的歌曲画面 以及HDMI的高清输出 给您唱的过瘾又开心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半场机 让您听歌 学歌 彪歌都开心 详情请洽北加州总代理 悠唱国际 1-866-988-2679 1-866-988-2679 1-866-988-2679 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因为今天可是我们 克拉拉老师 生平的第一次处女座 是什么处女座呢 就是她的第一次的讲座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那 首先要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这边 参加我们的座谈会 那 第一个我想要讲的就是 我觉得今天会来的人 我们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缘分 就是 为什么今天 会是 我们同居在这个地方 我想 不是 世界上没有任何巧合的事情 也许今天上天 也要带给你们某一些讯息 需要借着我的嘴来告诉你们 我们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 这世界上没有巧合的事情 一切都是有命运的安排 这样子 我希望 慢慢的大家 都会从自己的心里找到力量 就是自己都可以自己帮 帮自己解读自己的命运 所以anyway 我那时候就看到这个塔楼牌 然后我就觉得 诶 这个东西好像 我再也不用去问别人 我可以自己从我心里面找到答案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 一直研究这个塔楼牌 我就要跟大家开始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塔楼牌是什么东西 呃 塔楼牌其实 很简单 它就是在讲我们生命的过程 就是这么简单 七十棒张牌里面 我们人生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每天在想什么 在这个牌上全部都有 全部都可以出现 所有的状况都脱离不了 这七十八张牌 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去爱上一点人 你一定注定就是得遇到这个人 可能会恋爱 这个有 这个是命 这个东西 它 当然这个命 我们如果要讲得更细的话 它当然也是 由我们过去所做的 所有的种种造成的 但是 另一个东西不一样 另一个东西是 譬如说我今天 我们刚刚在点这个餐 我今天要点花茶还是要点奶茶 这个东西是你现在就可以决定的东西 所以我刚刚一直说 命令是可以改变 为什么? 因为有里面的东西 有这个注定的东西 譬如还有就是 你中间可以掌握的这一个部分 就譬如说你现在 你可以立刻选你要淋杯奶茶 让你自己觉得很高兴 或者是你马上要点一个 譬如说红枣茶让你身体好 这是一个你马上可以做决定的东西 这个也影响到我们的 我们的所谓的命运 那牌里面就分为了 这个两个大的部分 另一个命的这个部分 他这张叫做King of Cops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今天抽的这张牌 是一个国王喔 好,你看这张牌有什么感觉? 我只想到我老公 你想到你老公 好,你觉得这个 你想到你老公 对,exactly 他什么感觉? 因为他应该是杯子里面有装水 所以是希望有水 代表我有饭吃了 好,你只是想到你老公 你老公是算是一个 对你很温柔的人吗? 就是对你算是 算是为了付出的人 对,好 所以这个完全符合 我比较说 他会抽到这张牌 表示说近期来 他的老公对他的这个 影响力比较大 所以呢,他 你看连人走到外面都 老公能量都这个 那个 行李夫人呀 他选的这张牌呢 是这个 好像一个公主一样 在这边 好像一个公主 还是皇后一样 站在这里 然后很好笑 是他们两个选到 是同一张牌 好 一个公主坐在这里 来 好 你也 哦 也是一个公主 但是这个是一个皇后 然后做 拿一个这个 杯子 嗯 还有一点 我要说的是很有趣的事情 是 有的时候人坐在旁边 像其实 刚刚他们两个出的牌 其实是有非常像的地方 就是 你们刚刚如果聊天 这个能量互相很想的话 这个 物与类聚就会 真的 哇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来看看 我现在特别访问到一个男生 来 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我叫Jerry Jerry啊 我想问一下你今天 为什么特别想来这里啊 我太太Tina 在那边 带我过来的 太太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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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想来呢 因为 听说这个 克拉老师很有名 然后在湾区 大家都觉得 很厉害 所以都想找她 所以我们就今天 特别从 Foster City这边过来 哇 Foster City那么远哦 哇 真的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支持克拉老师 真的 谢谢 谢谢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访问到一位姐姐哦 姐姐来参加我们克拉老师的讲座 你好 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叫王怡英 我是王医师 王医师 那王医师 我想请问您 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呢 我每次都有看这个 命运真奇妙这个节目 然后我原来也认得克拉拉 那觉得她主持的非常的好 那塔罗牌我是外行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参加 来获得一些消息 而且当然也支持我们的 红星卫视和克拉拉 哇今天真的很开心 有那么多的观众朋友 可以支持我们的克拉拉老师 还有支持我们的红星卫视 谢谢你 谢谢王医师 各位观众朋友 很高兴 那个克拉拉老师 忙了一天之后 终于坐在我旁边 接受我的访问了 耶今天很高兴 今天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今天的座谈会 那我想问一下克拉老师 就是你对于这一次的座谈会 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第一个我是很高兴 就是很多人他愿意跟我分享 他们现在的生活的故事 然后因为你知道 我们在今天的座谈会当中 我们有让每一个人都抽了牌 那所以今天就算 没有做到一对一的占卜的人 他们都有机会 可以看到今天自己的能量 那我感觉就是跟大家有互动啊 然后每一个人 就会觉得这一趟好像没有白来 这样子 我刚刚也有抽牌 不过我想知道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就是 除了不要让观众觉得自己白来 那为什么又想说 让他们抽牌 看看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 因为说真的 就像我一直强调 我觉得塔罗占卜 它不应该只是一个占卜 因为我让每个人抽牌的时候 我要他们自己说出来 你自己有什么感觉 所以其实 间接的也是在 启发说 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直觉的能力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心里面其实都有自己的声音 要告诉自己说 对每一件事情的答案 就是 其实还是要强调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经由我们改造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情绪 我们都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命 所以我要让每一个人都去 去感觉这个牌的能量 然后让他们自己能够知道说 其实 原来他们所想的东西 都会造成这个牌的 这个显现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们可以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跟能量 让每一个人去经验这个 这个 好 所以就是让各位观众能够去体验 能够去经历这个过程 然后让自己更熟悉自己吧 对 好 今天我想柯老师今天也很辛苦了 就忙了一整天 然后我们也跟柯老师相处了一整天 其实真的很好玩 我不知道你自己心里的感想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这一次的活动 我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充实 因为我觉得看到大家都很开心 我真的蛮高兴的 然后我想说我们也会 这个命运真起码也会陆续的 再继续希望能够为观众服务的更多 能够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这种 更多的这种知识 跟这种身心灵的开展的这些 service给大家 有更多的好东西再继续需要给大家 那我也希望柯老师能开更多的讲座 能够跟观众更贴近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跟柯老师玩在一起 这样其实真的很开心 而且今天我真的自己都觉得很充实 好 谢谢柯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咯 那观众朋友 记得准时收看我们的生活在弯曲 拜拜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我们下期再见